降龙十八掌 无疑是最能代表金庸武侠故事的一门武功 萧峰 洪七公 郭靖 使过这门武功的人都是大侠 而关于这门武功 书中提到过这么一段设定 降龙十八掌的精义 乃是有余不尽四字 一掌之初必须留有余力 不管对方击来的拳掌如何刚蒙有力 视若雷霆 我总之应以一招行有余力 而有余不尽这四个字 似乎也成了金庸的写作习惯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故事中留下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剑魔独孤求败这个角色的故事 金庸笔下历代主角 尚且需要追随名师修行 或者是偶得某本秘籍才能武功大增 独孤求败是如何做到十几岁便无敌于天下的 难道他真的是无师自通的高人吗 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一 年少成名的剑魔 金谜皆知 双雕时代名声最大的高手莫过于两代武爵 但当剑魔独孤求败这个角色加入金庸武侠世界观之后 所谓的武爵也只能退居二线了 这个时代只有一位决顶高手 那人便是独孤求败 关于独孤求败 金庸只用了寥寥术语来概括 那位前辈在剑种中刻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 杀尽仇寇 败尽英雄 天下更无敌手 乌可奈何 唯隐居身骨 以雕为勇 乌乎 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 成寂寥难堪也 不过光读这段生平字述的话 是无法了解独孤求败 活跃于武林的时间的 还要结合他生平所用的几柄剑才行 而在他用的第一柄剑旁边 刻着灵力刚猛 无坚不摧 若贯钱 以至于和朔群雄争锋 从这里便可以得出结论 独孤求败是自十多岁开始 便无敌于天下 一直闯荡了武林三十多年 所以他大概是在五十多岁便退隐江湖了 所以身为武林后辈的双雕群雄 没有听过他的事迹 倒也说得通 不过这也是让人好奇的地方 正如前文所说 主角之所以能成为主角 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高人指点 或者得到了某些秘籍 否则他们不可能年纪轻轻 就无师自通 创出一身神功 既然如此 独孤求败自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的剑法又是谁传授的呢 二 未能交手的两位爵士高手 其实要探讨独孤求败的师从 不如从他的生存的时代来着手 杨过说过 独孤求败应该是在六七十年前的高手 他这推测并非毫无根据 道理很简单 独孤求败说他后来以雕为由 那只雕尚存于世 而雕的寿命有限 自然就不可能是天龙时代之前的人物 杨过推测他是六七十年前的人物 合情合理 那么有两位高人 就是他避不开的高山 不卖关子 那二人便是被称为天龙二挂的断裕与虚竹 后天龙时代可以说是断裕和虚竹的时代 当天龙群雄退场之后 断裕和虚竹无疑就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存在 断裕身怀北明神功 领波微步 六脉神剑三大神功 还有从二十多位高手那儿 吸来的一身身后的内力 他的内力震骨朔金 至于虚竹在内力储量上 他丝毫不输断裕 如果说断裕袭来的内力在于多 那虚竹得到的内力则在于今 毕竟逍遥三老的内力尽归他所有 再加上逍遥派的各路绝学 虚竹的实力怕是无人可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独孤求败活跃于后天龙时代 他怎能不去挑战断裕和虚竹呢 可后世武林中从未传闻断裕和虚竹败给一个自诩建模的狂人 你可能要说了断裕和虚竹不好斗 所以独孤求败没找他们 但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断裕与虚竹的确都是淡薄名利之人 可独孤求败哪里懂得他们的为人呢 以路人视角来看 只会听到断裕和虚竹曾经在万钧丛中生擎地的壮举 所以若独孤求败与天龙二挂非清非故的话 他必然会去挑战这二人 反过来说 既然独孤求败没挑战他们 会不会是因为他与断裕或虚竹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呢 其实从断裕的结局就能推测出答案 三 晚年凄凉的断裕 断裕算是人生赢家吗 若只看他人生的前半段 他无疑是大赢家 他不仅抱得美人归 甚至后来还当了皇帝 娶了妃子无数 但从结局来看 却只能用晚景淒凉来形容他 新修版中提到了断裕的结局 据大理国史集记载 大理 史称后理 宪宗宣仁帝断裕 登基时年号日新 后改文治 勇家 宝天 广运 共有五个年号 其后臂位为僧 一共做了四十年皇帝 传位于其子段正兴 段正兴 史称金总正康帝 四年改元永珍 段裕有什么理由出家呢 注意 这里提到了段裕的儿子 名为段正兴 顺着这条线索 就能找到答案 段正兴 可是历史上 确有其人的大理皇帝 而他的父亲 则是段和裕 无用之余 段裕这个角色 正是以段和裕 为原型创造出来的 所以秦庸自然会 让段裕的结局 与他的历史原型一致 既然如此 他的结局 就注定是悲剧了 段和裕后来的出家之举 他是被自己的 几个儿子逼的 《无为四传登陆》中 就提到过 他被逼退位的事迹 裕年事也高 渐渐与宋书 裕因国中王室纷争 吏不从而善为正兴 既在位三十九年 薛发出家于吴为四 主持四物 于是段正兴夺了皇位 可段裕的其他皇子呢 答案不言而喻 段裕自然是不忍自己的孩子们 自相残杀的 于是他保住了 其中的某一个孩子 并将自己的毕生绝学 传授给他 那孩子天赋异禀 将各路神功融会贯通 并以剑魔独孤求败自居 而他是段裕的儿子 自然就不会挑战段裕 也不会挑战自己的伯父徐竹 如此一来 一切就解释得通了